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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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函數 要知道的一些部分的東西 我們繼續做一個整理 我們來繼續看 因為有兩個比較重要特殊的 函數的特性要在這邊做說明 一個叫做1對1跟另外一個叫硬程 叫硬程這樣 這兩個東西的話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 什麼叫1對1 121 有時候剪寫成是1對1 就是在剪寫的時候 常常這麼寫 因為這個1對1的話在很 formal的數學裡頭他們就叫做 Injective 所以常看到Injective這個單字逐漸不要嚇一跳 不要嚇一跳 好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我們什麼叫做1對1 F 它是一個A到B 一個N1 2 我這個定罐子對不對 我去查一下 好 我定罐子用錯了 你們再告訴我一下 就是FA 印刷到B 它是一個1對1 1對1的那一個 1211對1的函數 這樣 那它定義成什麼樣子 注意的齁 就是說兩花子彈 嗯 我這樣講你們就比較容易 在那個A裡頭 你們看出來 那這兩花子彈不一樣的子彈 你們看出來 打過去 彈阻點一定不一樣 你們看出來 就是不一樣的子彈 不可以落在同一個彈阻點 也就是說 A同學跟B同學不可能 兩個都打中十分 這樣舉例也許不是很好 但是1對1的意思是 不同的子彈 絕對不可能打中同一個彈阻點 所以FA1跟FA2 我前面講過說 它叫image 我把它想著彈阻點 子彈跟彈阻點是不一樣的 彈阻點是已經打中了 好了 可是一般我們在證明的時候 還會再玩另外一個遊戲 什麼遊戲 就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在講那個證明的時候 P推Q 橫等於怎樣 灰Q 所以灰P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我就會用這種 這個反過來的看法 就是說 如果FA1等於FA2 那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說 A1要等於A2 就是說 發現有一個彈阻點 同一個彈阻點 那就是同一花子彈 所以注意這兩個 有沒有 這一個數學式子 這個數學式子 跟下面這個數學式子 它是邏輯等價的 是邏輯等價有沒有 Logical Equivalent 所以同學注意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們 在正題目的時候 就看哪一個比較容易 來規範我們的 一對一的時候 我們就用它來 證明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給各位看 比如這個例子 ABC 記得函數要窮盡硬色 那可以多對一 不可以一對多 那現在不準怎樣 它不準 所以這個例子你可以看到 沒有怎麼樣 沒有那個多對一 所以它是一個函數 沒問題 因為例子很簡單 我就很快講過去 像這個 我們在看到這個例子 不是為什麼 因為它二對一 二對一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不是一對一 所以這個例子 用圖形來看 就更快可以看到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證明 不要小看這個題目 這個鳥鳥的題目 就是說考試的時候 你如果寫不算 你就完蛋了 你們會覺得很可笑 我那一年去考 清華大學的那個 研究所入學考題 跟交通大學研究所入學考題 這個題目同時出現 在數學裡頭 那當然它那時候 叫我們證明它是一對一 且應成 應成馬上要講 你們看出來 你說這個鳥題目 但是你要注意 鳥題目 你沒有好好訓練 沒有好好訓練 這個具體的寫法的話 你就寫不完整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做一件事 我怎麼證 我就要證明說 這個f of x1 等於f of x2 因為它是x 我就用x1 x2 不用a1 x2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推出什麼結果 你就可以推出 2x1加1 等於2x2加1 有沒有看到 嗯不錯 然後呢 就可以推出來 怎麼樣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把它消掉 消掉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就得到 2x1等於2x2 那這個時候 再把它兩邊的2 給消掉 有沒有 嗯這個好像寫得不漂亮 好 要寫漂亮一點點 嘿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x1 就等於x2 就符合我們的定義嘛 所以我剛剛講過說 你到底是x1不等於x2 映射過去 x1不等於x2 還是fx1等於x2 那推出來x1等於x2 就是看你哪一個比較容易 那當然這個題目 我還是挑這個比較容易的方向來正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這個鳥鳥的題目 把它放在研究所考試 有沒有看出來 那就表示說 你們在讀大學 到底有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 啊 數學符號的寫法 到底有沒有嚴格訓練 嘿 所以這個就變成 很重要 那x2 中文叫做 映尘 映射 映射的 映射的就有一個莫名其妙的 好 那 ok 那個 onto function 在數學裡面 前面121 它叫injective 那叫subjective 那這個就是在他們很多課本裡面 會出現這個名字 那什麼叫onto onto的觀念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我a 映射到b 好 就是說它是一個怎麼樣 onto function 嗯 它是一個映射函數 有沒有看出來 一個映射函數 弱且微弱 對於所有的b 屬於b 哦 這是對應率喔 會存在一個怎麼樣 a屬於a 使得f of a 等於b 什麼意思 就是 讓我把它寫完 它的意思是說 等於是你的職域 好 這個意思是告訴我說 你的range 照道理講range 是本來應該是誰的subset 是應該是 code domain 對應域有沒有 這本來是應該 它是它的一個subset 可是現在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個是本來應該是這樣 可是這裡的話 你發現怎樣呢 他們是相等 也就是說 但無虛化 會把所有的值 對應域的那個點 都被你打中了 都被你打中了 有沒有 所以b就會等於f of a 大學的a有沒有看出來 那是什麼意思 中間就是很漂亮的這一段話 有沒有看到 對於所有的b屬於b 就是說b的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點的話呢 都會被a的魔衣發子彈打中 那這樣的一個這種槍 這種函數的話 就叫做unto function unto function 所以要開始去熟悉這些數學的表現方式 這是你要開始讀大學 要訓練的一個能力 訓練的能力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太困難 好 那我這邊就隨便舉兩個例子 我就沒有把它蓋起來 那第一個例子沒問題 因為它的那個對應域的點 全部被打中了 那第二個例子不ok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這一點 這一點沒有人打中 有沒有 所以這一點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被map 沒有被map 有沒有看到 沒有被map 有沒有看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發現怎樣 這個我們這個例子f of a的話 是原格小於b有沒有 他並不會等於b 他不會等於b這樣 所以可以從這個幾個例子 很簡單的看出來 好 那趕快來做個結束 喔 這是當初我考的那個題目 有沒有 好 叫我們正面onto 鳥鳥的題目呢 你寫不出來當場在那邊發呆 好 那這個例子很明顯 就是說對於所有的y 屬於時數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 我現在隨便畫一個圖出來 這是我的什麼樣 我的時數 映射到時數 這是我的f 那我在這邊 隨便找一個y 有沒有看到 那我要來 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一個x 讓y會等於f of x 我要找出這個x出來 所以你要這個邏輯 證明題目的整個邏輯思維 你才有辦法往下寫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講說 是不是會存在一個x 有沒有 使得f of x 會等於y 也就是說 那一邊的y都會有一花子彈 在定義域把它放到有沒有 好 那這樣怎麼做 這樣怎麼做 所以這個就 考驗你到底 對這邊熟不熟 那這個當然 如果熟的同學就trivial 好啦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 帶進來 就變成2x加1 有沒有 它會等於y 那因為現在y是什麼 y現在是knowing 以致嘛 我要檢查這個 以致的這個y 到底有沒有子彈把它打中 所以就可以推出來 2x等於怎麼樣 y-1 考試老師就在看你到底 你有沒有懂的這個 整個數學邏輯 有沒有 除以2 哇 所以呢 我找到一個x 等於2分之y-1 因為我剛剛跟你講 y現在是已知的 有沒有看出來 一帶進去 等於2兩倍的 因為這是你解的嘛 但是有時候你要脈絡一下 你的邏輯嚴謹性 就故意這麼寫 有沒有看到 欸 我就找到我的x了 有沒有看到 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這種題目 嗯 鳥鳥的 鳥鳥的 但是你寫不出來 你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好 所以最後呢 所以要做個結論 so f is 什麼樣 is on to is on to 有沒有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還是很仔細幫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複習一下 因為後面全部都會用到 都會用到 那當然希望同學 有一個完整的 定義進去 好 那我這邊呢就先錄音到這邊 很好 好 T